爱情主题的最后一个作品是 分身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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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和我分手 为什么和我分手 难道是我做的不够好 难道是我做的不够好 不可能 不可能 昨天和我分手 今天就要回来搬家 你当我这里是民宿吗 是民宿吗 民宿吗 民宿吗 宿吗 怎么会有回生啊 回生啊 回生啊 回生 生啊 头好痛啊 你是谁啊 我是你啊 你怎么会是我呀 我是你的分身啊 大哥分身应该长得完全一样 我们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我们长得完全一样啊 哪一样 我是长头发呀 我也是长头发呀 那我也不戴眼镜啊 我现在就戴着眼镜啊 你什么时候戴眼镜了 那我不戴好了 看不清了 好模糊 好迷离呀 清楚了 哈哈哈哈 不对啊 我们完全不一样 大哥 你们有没有照过镜子 哈哈哈哈 完全一样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一样是吧 扫地 丢垃圾 洗碟子 古鸡古鸡古鸡 哎呀 一样一样 哈哈哈哈 哎呦 下 左 哎呀 全对全对 全对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威力这么大吗 哈哈 冷静一下 他们两个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只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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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体 凭什么和我分手呢 而且分手以后 还要让我自己找原因 我怎么知道吗 难道是因为我太幼稚了 闭嘴 不可能 会不会是因为我话太多嘴太碎 我嘴碎吗 我不可能嘴碎 我都不知道嘴碎是什么呀 嘴碎就是来回倒腾一句话 嘴碎就是一句话来回倒腾 一句话来回倒腾 就是嘴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我思路清晰 简洁明了 言简易改嘛 所以我不可能嘴碎了 但是为什么别人看不见我害碎呢 我讲话从来都是逻辑的 先讲第一句 再讲第二句 先是一在二 再是三个 她的先讲二句 嘴碎了 哈哈哈哈 嘴碎我认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也不能因为我话有点多 就跟我分手吧 这个原因也太草率了吧 所以还是因为我幼稚啊 闭嘴 啊 会不会是因为我 不懂女孩心思 不会吧 就像情人节那天 我专门排了很长的队伍 买了电影票 带她去看电影呢 所以我很懂嘛 对嘛 那会不会是片子选错了呢 金刚大战哥斯拉怎么会错 哈哈 女孩子就喜欢萌萌的小动物 我知道的 那是不是我不会给她选礼物 限量版的球鞋 会有人不喜欢吗 四十三码的鞋 是她说穿不了的 我只好自己穿呢 哈哈哈哈 那一定是那天的气氛 搞得不够浪漫 嗯 那天电影散场以后 我就带她去了海边 追着她放了一整晚的鞭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着她 唱唤下变 左躲右闪 辗转腾挪 如果这都不算爱 还有什么好悲哀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一定不是她跟我分手的原因 嗯 那还会是什么原因呢 一定还是我太幼稚了 哎呀 闭嘴呀 不要再说我幼稚 我什么时候幼稚 我哪里幼稚 旋风冲锋 龙卷风 牙不胜地火好龙兽 代表月亮 要灭你 就是你了 比嘎 不可能的 我不会幼稚的 我不会承认 我怎么 你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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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 dare 想 想 哈哈 我就是个幼稚鬼 来来来 我笨了 时间不多了 他马上就要到了 那我要怎么面对他呢 像我这种善解人意的男人 他只要一过来 我就给他台阶下了 我早就给他找好台阶了 难道不应该是 给他跪下来道歉吗 你这样道歉 他就可以原谅我了吗 我跪下来 他承受得起吗 他完全承受不住啊 还是要挽留他呀 不如给他做顿饭吧 做饭可以呀 跪下来做有点卑微了吧 而且我根本不会做饭的 我为什么要挽留他 女人对我没有抵抗力 完全没有啊 可是我的内心 为什么还要怕怕呀 有什么好怕的 有什么好怕的 他来了 三 你怎么可能打我即时啊 好 好 哦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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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